嘉義館落草本社粉法庭 維外操作時間就要磨 管政府申請財政部專案合遵 拆除RTO 某時來招傷 這次基盤升級準備工程簽約儀式 希望把粉法庭開頭換面 變成是嘉義館的後悔 嘉義縣的粉法廠在今年的11月30號 就已經委託營運了20年 所以必須要重新招商換約 這次的整個簽約換約的儀式 當然經過20年 所以嘉義縣政府相關的一些 得到的一些權利跟義務 比過去得到的資源更多 那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些資源 能夠幫忙嘉義縣政府的財政 也能夠照顧文化廠周遭相關的這些鄉鎮 所以非常謝謝 整個的過程非常的透明 公開 也很順利 由達和公司繼續承接未來的20年的任務 管政府翁張良說 文化廠操作往後後 這條的管理和義務是比以前更多 希望這些資源可以幫助嘉義館的財政 我們一直認為廢棄物其實是一個資源 如果能夠好好利用的話 其實是對國家有未來的發展 然後剛好這又是個發電廠 各位也知道 能源其實是未來世界上所需要的 而廢棄物發電又是能源裡面排碳算少的 除了當然這個綠色能源以外 廢棄物發電是排碳最少的 所以說我們很高興在這邊會服務 而且跟現場打個包票 我們所有的排放絕對是遠低於國家的標準 昨年公司當事長安平 特別感謝嘉義館給他這個機會 可以在未來繼續為嘉義館鄉親來服務 並且聲浪 所有的排放一定會比國家標準更多 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把旁邊的荷包羽濕地跟遊泳池 都一併委託給這個乙方來做經營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我想第一個 未來那個所謂的荷包羽 就會變成是我們的旁邊的一個公園 那當然荷包羽裡面有非常豐富的生態 那本來它也是一個環境交易園區 所以它將來會讓荷包羽 會讓粉化爐的這個價值會有價值 那另外一個游泳池的部分 因為其實過往來講我們的經費有限 所以游泳池只能夠維持它基本的營運 那未來委託給達河之後 我們的期許是它可能會增加一些設備 會成為 希望成為這個 因為嘉義餡老人很多 會成為地方的一個水療中心 環保局長總共目標是 這次的參與 也讓賓農學保守的濕地和遊泳池 希望本來是一個環境交易 休憨的幸福 除了可以讓學保守的計劃提升 游泳池也會增加一些設備 好民眾可以到達外景 環轉落炒粉色粉化店的興趣 記得黃沛給各位觀察報道